中国女篮对战日本 小钢炮武彤彤最强硬一战 现在比赛进入到下半场了 上半场双方比分45比24 咱们中国队领先了21分 这场比赛也是咱们中国队暴揍日本队的一场比赛 看得也十分的爽 上篮之后日本队先攻 看对方的进攻 突到篮下 强大李月如不成 李月如摘下篮板 李月如快速推进给若策 郭子轩三分没中 地板球的争夺啊 武彤彤打得真强硬啊 趴在地上双手搂着球啊 重新看一下 郭子轩在三分不中之后 武彤彤直接倒地争强 给了李源的组挡 对手这15号本强带死确实是速度上面一点都不慢于李源啊 甚至比李源更强 也是日本队的核心得分手 外线三分球 有了 李源在地上低位 连续转移 打击打出 杨立维45度三分球 哎呦 这球好像投了一三不瞻啊 杨立维这边 杨立维没有投中这个三分 其实机会是不错 倒球倒背还可以 空当是出来了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冰冬力 外线三分的投射 崩框而出 杨立维快速推进 杨立维 可先 带到前场 他本菜子一看拦不住 所以他还是 这就是策略上的一个 防守犯规 对 因为 他其实 意识到如果一旦让杨立维过了可能就上了 是 因为后线的最后一线的协防人没有回来 基本上 武彤彤冲于底线开球 对都还是比较了解 找外线郭子轩 再转移 里员的传球啊太大意了被对手直接抢断了 第三节上来之后直接是两次失误了 第三节一上来两分钟的时间里两次犯规 两次失误 武彤彤这下手直接被吹犯规了 再加上一次失误 现在王思宇回来了 对手又是一记中距离啊 45比29 16分的分差了 日本队还是 在挣扎反击啊 王思宇再给弱次杨立维持球45度切入分球 王思宇继续持球拖 这次没有吹犯规矩 居然 裁判只吹了借外球啊 球权给到了对手 这次李月如的大帽被吹了打手犯规啊 重新看一下 确实是沾到对方的手上了 是退款而且是 呈现一派新兴向荣的局面 我们希望篮球这个项目 更多的社会层面吧 第一伐命中 第二伐也有 少庭继续持球 突刀栏下 打败命中 漂亮 重新看一下少庭的这一个突破啊 大跨步的三步上来 但是少庭就是打得非常等 刚才我们说了 少庭是北师大 少庭的加法 可惜了 加法没有打进 这边溜底线 也翻味了 这确实是非常明显啊 还判吹的没有错 重新看一下 确实是已经垂直的翻过来了 就是动作做的比较引力 对做的让我们来看 就是比较自然 调低位 篮下一打三 这球被盖下来了 打得巧一点了 就是杜家涂现在对他的 两袋子冲起来之后 又中路没人防守啊 但是空来没有放进 给机会了 但是没有抓住啊 再调李悦如 篮下一打三 这次终于打进了 看能不能通过这两个球 就把阵脚稳住 哦呦 这是干啥呀 直接拉倒了杨立维 但是裁判吹了杨立维的反规 张如回来了 调到篮下反身上篮 造了五通通犯规 这段时间双方还是打得节奏非常慢 一直有哨声 日本队员的个人船接球的能力也是很强的 所以只要有一个空档 他会及时到位 所以无球防守人 你一定要及时调整好防守位置 三次方规 嗯 你看日本队的罚球 高天真希第一罚没有中 高天真希也是日本的现任 第一罚没有打没有罚进啊 嗯 经验很丰富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第二罚有了 这样17分的分参 五通通高位置球给到少庭 被三个人给包夹了呀 少庭这个是吸引力太大了 篮下空篮 漂亮 这少庭吸引到三个人的防守 张如篮下是空篮呀 发现了篮下的漏洞 对 三个人扑少庭 漂亮 反过来又是一个抢断 咱们中国队这段时间 又打出一波小高潮 五通通 稳下来 张如 外线 往四语的三分球 哎呦 这个歪的有点大呀 这球被对手给抢到了 前场球一打零啊 少庭继续持球拖 强硬啊 这边没人防了 终于连下对手偷得一个 这个 这个时候就说了 他不站出来 谁站着